生存环境 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最近每天接诊肺结结的患者非常多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看 这主要与自身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中医想要治疗结结 最主要的应该是从根本的体质这个方面去着手 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要把结结生存的环境给它改变 那么没有适应的环境 那么结结自然就不会再生长 那么之前我接诊过一个患者 就是一个肺部的多发的微小结结 并且伴有胃食管反流 他总感觉嗓子这地方有堵的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会有轻微的一些疼痛 轻厌不适 胃部也有这种压气的这种感觉 另外他午后胸前偶尔会感觉到闷痛的这种感 然后经常会后背的酸痛 那么他自己说 因为他以前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压力 都比较大 总是想的比较多 思虑有点过度 然后他得知有了结结之后 他是在偶然的体检中发现 然后就更加焦虑了 然后看到网上的一些段子 总担心的结结会增长变大 或者是变成这种恶性的肿瘤 那么在此我也建议我们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听从一些网上过分的一些夸张的一些言论 来自己吓自己 要真正的听从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 那么其实我们说大部分肺结结都是一些良性的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 过度担忧 而且这些结结跟我们的体质 像我们肝气淤结 脾胃虚弱 痰湿困阻等等 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位患者 我们说这是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像他这种微小的结结 多为严性 那么他就是过度的紧张 而且平时压力比较大 肝气淤结导致了痰湿 一些结于肺部 我们说肺为储痰之气 肺里面的痰 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清出去 在肺内沉疾 就很容易形成这种结结 所以他这种结结 我们要酥干里气 腺脾化湿 来把痰湿给它化出去 另外我们再用一些化痰散结的 一些药物 来帮助这些已经形成的结结 给它消散掉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